完了老铁们 这回我头马蜂窝了 你看我这下面有多少只上尸啊 最少有五只以上 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上尸 这还要从二十分钟前开始说起 我这不是在城镇里面搜刮到了一个烟花礼炮吗 我寻思的这个东西又没什么用 就干脆直接把它给点了 刚好也可以看一下烟花 结果你猜怎么着 这烟花声音大的简直就跟一个迫击炮一样 就因为这个东西 我把全村的上尸都给炸出来 陪我一起看烟花了 关键我还不能逃跑 看见前面那个小推车了没有 那可是小胖爷所有的家当 这几天搜刮的物质全部都在里面 如果是一对一单挑的话 那胖爷是无敌的 但是要同时面对两只以上的上尸 那我就没办法了 胖爷虽然扛揍 但是他不灵活啊 所以我现在得想办法把他们给引开 把我的小推车给整回来 这不我上次跳和上尸也跟着跳吗 就借用这一招 哎这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啊 全部都跟着我乖乖的跳下来了 关键他们还不会游泳 全部沉在海底了 最重要的是还淹着死他们 这还是我上次被他们逼得 走投无路最后跳桥才发现的 果然有用啊 这下次要是再被取荷的话 果断直接跳和 那话要说回来了 你们肯定好奇 我的单车怎么变成一个破小推车了 这又得从另外一件事情说起了 这不我前几天发现了一台单车吗 结果这个玩意我板凳还没坐热 这单车被我卡在这个石头缝里面出不来了 我是连推带拉 整了半个小时都没把它给整出来 气得老娘当时差点把这个游戏都给卸载了 别人都是单车变摩托 越玩越富有 我倒好反着来越玩越穷 不过我总结了一下我穷的主要原因 那就是我搜刮来的物质有很多我都捡不了 主要是因为我的背包容量太小了 你看光是地上这个鲁 鱼杆 烟花 我一个都捡不了装不进去 搞得我每次搜刮物质的时候 都像结了我逛商场的样子了 看见什么东西都想买 结果囊中羞涩 最后只能买一件最实用的东西 所以我不得不花重金自己打造一个小货车 你看这个小推车的容纳空间有多大 这下我什么东西都装得进去了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嘛 这个小货车虽然装的东西多 但是只能小胖爷推着走啊 不然还叫什么推车啊 感觉我现在像结了一个说破烂的 最重要的是我推两步还得休息一下 不然小胖爷会因为运动过量会猝死啊 你听听这喘气声音 还有你们老实说我是一个暴露狂 不给胖爷穿衣服 你们知道胖子最怕什么吗 怕热啊 我给他穿多了的话 他会中暑的 所有每次赶路的时候都会把胖爷的衣服给扒光 等到要收集物资的时候再给他穿起来 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列火车给收刮干净 又是一个大背包啊 赶紧换上 这个比我刚刚的包大一点点 背包装背包 套娃 装不进 别慌我还有小货车 但是小货车也快满了 这一节列车收获颇为丰富啊 这里还有一个战壕 也全不厚了 我先把武器给整出来 说不定会有上失 火药 手里剑 98k刺刀 好东西啊 哎 手枪弹夹 子弹 手枪皮套 你给我整这些玩意要不给我枪 这么大一个弹壕 你看这还有个加弄炮 但是我连一把枪都没搞到 惨啊 那是一条船吗 真的是一艘快艇啊 感觉今天的运气不一般呢 我刚好准备的有汽油 98加满 我真准备把我这一车的物资 拖到商店去卖了 这就直接给我来一个交通工具 而且我现在所身处的地方 离商店很近啊 这下我是真的找到 发家支付的方法了 在陆地上用推车收集物资 在做海陆把它运回商店给卖了 这不就方便得多了吗 不过我一个捡破烂的 真把别人当成收破烂的了 我收集了一大堆的废头烂铁 别人不要这些玩意儿 最后还是这个武器商人给我收了一点东西 卖了一千多块钱 那我总得犒劳一下自己啊 整点食物 搞两块海鸥肉填一下肚子 我的饥饿度现在是零啊 再不吃点东西的话 我就要割屁了 吃饱喝足 记得饭后再运动一动 减减肥 明天的任务就是要去找武器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